我们连战先生开启了两岸的一个所谓破冰之旅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之后吴伯雄先生也代表国民党 来进行国共的一个会谈谈判 所以这个平台已经建立了 另外马总统他站在执政者的立场 现在他的执政政府也都进行两岸的各项的一个接触 学商谈判甚至于都签署学议 国家该做的事情他们都做了 现在没有我好扳演的角色 所以我不必急着要到大陆去访问 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两岸同时都需要我去 当然我是一不容辞 该扳演的角色我一定会扳演好 那现在没有我们也不必强求什么 也不是要去观光 也不是要去旅游的 所以不必急着去 有机会来就好 没有机会 也没有什么 是了无遗憾 记者都喜欢问假设的问题 我也假设你 假设你去了 假设你有机会接到他们最高的政治领袖 坐下来沙发跟沙发对坐 你会提出哪些过去的我们的政治领袖去没有提出来的问题 我想过去大家谈的无谓是什么撤飞弹 什么军事 这互不侵犯的学议 或者是最后的和平学议要怎么签署等等这些 但是这些应该都是马总统的主政之内 应该可以去处理去解决的事 应该也轮不到我们去代表前去做会谈 但是两岸会不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需要代表民意的一个所长前往去做一个学商 做一个接触 这个就很难讲 如果有这个机会 当然我是一不容辞 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也不必急着要去 但是大陆很多代表团来都会拜会你 对 基本上你跟他们讲什么话 他们回去也应该都会有些交代 对对对 他们都很多人我想都是 应该有录音吧 或者是有一个记录 记录 会谈纪要这样的东西 应该都是这样子吧 你有任何间接管道说对 比如说胡锦涛先生 温家宝先生 或贾庆林先生 有没有跟台湾其他访客提起您这个角色 就说您的立法院王院长 有没有人他们对您的印象如何 我不知道 不过你说的情况说他们的一些出访人员 总是也会带来一些信许的 我们当然也把我们的看法想法 我们的立场也是告诉他们 所以我一再强调的说 凡是两岸的接触 或是签署论和的学艺 当然还是要遵照我们这里的一个体制来进行 事先的参与 事后的监督 这个审查 这都应该必经的程序 还有我们所有的审查所有的监督 无非就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 维护人民的权利 还有维护国家的安全 这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基本的原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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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